今年5月24号 伦敦市民们迎来了一条全新的地铁路线 以女王的名字来明明的伊丽莎白线 不过这条在地下横贯伦敦市区的铁路 却跟伦敦地铁属于不同的系统 而且还是由香港铁路有限公司 也就是港铁来营运的 虽然伊丽莎白线是目前伦敦最新开通的路线 但是这条铁路的构想却是在1941年就被提出来 远比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在位期间还要来得久 而且实际上还有部分路段还在施工 距离全线通车的目标还有一段距离 目前是被拆分成三个不同的区间来营运 有趣的地方是这三个不同区间 居然还可以在不经由其他路线的状况下 直接在营运的端点完成车站内的转程 复杂的营运状况可以说是由伦敦本身的历史所造成 19世纪初火车在英国正式发明出来之后 贵族跟资本家们开始大量铺设铁路 连接各个城镇的铁路像是雨后春笋一样 在大不列颠岛上开始蔓延开来 也因为铁路的主要服务对象是要通往不同的城镇 甚至是由不同的业者经营 没有穿越市区的必要 造成的现象就是一个城镇的周围 可能就有许多的火车总站 在1950年代 伦敦四周的火车站就包含了帕丁顿 尤斯顿 国王十字 主教门 分桥齐街 伦敦桥 瓦工手臂 滑铁路 而且还有更多的路线及车站准备兴建 旅客搭乘火车抵达这几座车站之后 如果目的地是伦敦市中心 或者是要经由伦敦再前往其他城镇的话 就只能利用计程车 马车 或者是步行的方式穿越 不过这样的模式造成伦敦市区的交通恶化 而这些铁路业者 也不可能在早已开发的伦敦市区大幅拆迁 新建地面上的铁路来连接市区两端的火车站 既然在地面上盖铁路不可行的话 那把路线转到地下应该可以吧 这个构想在1863年正式完成 成为了全世界的第一条地下铁路 沿接起帕丁顿 尤斯顿 国王十字车站 之后陆续持续延伸 除了连接更多伦敦周边的火车站外 也舒缓市区的交通状况 之后这类型的地下铁路 持续的在伦敦市区扩张 规模越来越大 也往伦敦的郊区蔓延 历经超过一个世纪半的发展 伦敦地铁目前一共有11条路线 部分路线还有多个分叉的支线 产生多种营运模式的排列组合 有些车站甚至因为路线改线而遭到废弃 像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曾经短暂作为大英博物馆 馆藏品舒散地的奥德围棋站 也正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伦敦遭受猛烈的轰炸 战争进行的同时 开始讨论一些关于战后重建的计划 包含新建公路及铁路 希望可以一并解决伦敦原有的交通用色问题 特别是因为原有的连外铁路几乎断在市区周围 造成旅客必须要转搭地铁的状况 如果能有贯穿市区的铁路 就能够有直通列车的营运 降低转乘站的负担 并且扩张列车的服务范围 但是战争结束之后 经济复苏不如预期 政府的裁员也不足够 使得这方面的计划几乎遭到各自 到了1974年的伦敦铁路研究报告 1989年的伦敦中央铁路研究里面 还是持续提出新建贯穿伦敦市区铁路的建议 然而只有南北方向的 在改建原有的路线跟车站 以及更改车辆跟沿线设备之后 以泰晤士连线的名称 提供直通运转的服务 至于东西贯穿伦敦市区的部分 虽然赋予了crossrail 也就是横贯铁路的响亮名字 但是因为市区部分 几乎都是全新路线 新建的成本过高 还是遭到议会的否决 不过随着伦敦市区的交通状况 持续恶化 中央的交通部跟伦敦交通局 还是决定以各半的持股 成立跨伦敦铁路连接公司 共同推动横贯铁路的计划及建设 最后在2008年 上议院正式通过 横贯铁路的新建计划 除了串联伦敦市区两端的帕丁敦车站 跟利物浦街车站之外 路线还会经由既有的传统铁路 延伸到伦敦的近郊 然而横贯铁路的建设 大概就跟它规划成型的过程一样的曲折 在一座具有千年历史的城市下方开挖铁路 势必会遇到一大堆先人活动的痕迹 甚至被誉为英国有史以来 最大的考古现场之一 从中世纪黑死病的万人种 到罗马时代的货币 甚至连长毛巷都被挖掘出来 劳资纠纷 外包争议 工地意外等等问题 也都在工程期间爆发出来 使得原定要在2018年通车的计划 只能延后 结果又遇到武汉肺炎在全球肆虐 通车的日程持续往后推延 总经费也从148亿英镑 暴涨到188亿英镑 然而横贯铁路已经在2016年 以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名号 正式命名为伊丽莎白县 最后为了能够赶上 女王登基70周年的白惊喜系列庆祝活动 宣布以分段通车的形势 在2022年5月24号开始营运 并且请来本尊 伊丽莎白二世女王进行剪彩开幕 目前的伊丽莎白县分成三个彼此不相连的营运区间 而且还有两座车站没有开放 当中只有市区路段的帕丁顿到艾比林 属于星剑路段 东段的利乌古街到圣菲尔德 以及西段的帕丁顿到瑞丁及西斯洛机场 都属于既有的传统铁路改建 承接这两段铁路各站接停的普通车服务 而市区新建路段跟既有铁路之间的联络隧道 目前还在建设中 所以虽然都用着伊丽莎白县的名称 但是旅客必须要在利乌普街 或者帕丁顿进行转程 而且这个转程还是要从地面上的既有火车中端车站 到地底下新建的铁路月台 而且因为这条铁路在性质上属于传统铁路的东西联络线 所以并不被视为伦敦地铁Tube的一员 不只在伦敦交通局的官网上 把伊丽莎白县独立标示出来 车站外的出口 也不是用伦敦地铁使用的underground招牌 甚至最开始连管理的单位 都是新成立的跨伦敦铁路连接公司 而不是伦敦地铁有限公司 后来又转交给港铁来营运 不过在票价的计算上 原则还是采用伦敦地区的分区票价制度 也就是说不会因为营运单位的不同 搭乘路线属于地铁或是伊丽莎白县而有不同的票价 唯一的例外大概就是西斯洛机场的部分 在伊丽莎白县开通之前 往来这座伦敦最大的连外机场 有地铁的皮卡迪里线 国家铁路的西斯洛列车跟西斯洛快线 搭乘地铁虽然只要5.5英镑 但是却要花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西斯洛快线虽然只要20分钟 但是票价却是4倍的22英镑起跳 而西斯洛列车虽然只要半小时 票价也落在10英镑左右 但是半个小时才发一班车 而伊丽莎白县通车之后 只要11.5英镑的价格 就可以在半个小时的时间 抵达伦敦市区 而且每15分钟就发一班车 提供班自密集 价格又不会太高昂的铁路服务 对于旅客来说 更好的消息则是目前已经计划在11月6号 市区路段跟东西两段的联络隧道都会开通 也就是说旅客不再需要在利物普街跟帕丁顿 这两座车站上下穿梭来转成 不过虽然伊丽莎白县的整体路线 是属于双歪的形式 东西都各有两个端点 但是未来列车并不会全部都从头开到尾 来自东边申菲尔德的列车 只会到市区西侧的帕丁顿而已 而来自西边瑞丁或西斯洛机场的列车 这是全部到目前市区段东侧营运终点的爱比林 重叠路段的白教堂经利物普街到帕丁顿的路段 尖锋时间每两分半就会有一班车 至于目前还没有开放的两座车站 市区的庞德街站会在11月6号开放 跟联络隧道一同加入营运的行列 而老像素公园站 则是计划到2026年才会有列车停靠 只不过在伦敦时间9月8号下午 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就已经在苏格兰的巴摩拉城堡 以96岁的高龄先行离世 还没来得及见证这条以她的名字 来取名的伊丽莎白县全线通车 或许也是冥冥之中已经有安排好 才会让这位英国有史以来在位时间最强的女王 能够在她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参与到这条 从构想到实际通车营运 总时间比起她在位还要久的crossrail的剪彩 而未来旅客由西斯洛基场进出伦敦市区时 也能够在这条铁路上 勇怀伊丽莎白二世女王